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光音和相关的汉词 我们祖宗啊,学会了火的使用 那么发现火啊,不仅仅能帮助我们改善烹饪技术 把这个肉烤熟了,把饭炖熟了,把水烧热了 让我们有可口的饭食,不用再吃生的了 同时还能让我们保暖,让我们感觉到温暖,不再感觉到寒冷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现象或者特征 就是它能发出鸣,发出链,照着我们,让我们看清楚 让我们能够在火的照射下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唠嗦 那么祖宗就把火发出来这种明亮 称作为光 因为祖宗只能说是知道它是明亮 那么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祖宗也不清楚 认为光就是什么都没有 除了明和亮以外,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分发啦,我们也没弄明白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我那个统一论里头啊 那个有一天啊,这个这个播是怎么回事呢 跟大家多少的分享一些 那么将来呢,在统一论里头去跟大家详尽的分享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呢,祖宗认为他不知道光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他只是一种明亮 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又不是,不像是周围的这些物质啊 沙土,石水,树木,草树啊,栋植物啊 那么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 这感觉呢,他就是明亮以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祖宗认为啊 这个光呢,什么都没有 叫做,也叫做光 所以有扫光啊 吃光啊,就是没有了嘛 就是实际上祖宗认为光是一种不存在的物质 但是是什么呢,不知道 他只能说照亮我们,给我们温暖 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光还是物质 就是物质运动嘛,所谓的能量 他以后跟大家分享 这就有了这么一个光阴和光的这个字 字呢,祖宗最早的时候赋予这个字是画了个图 下面是一堆柴火 上面有这个火苗 就和我们今天也画这个火苗是什么一样的 这个火苗的顶上啊,就是 就和我们今天的火一样 那么意思呢,就是凸显它的特征 或者说特性,就是明亮啊 称之为光 那么后来祖宗发现 不光是我们点的火啊 会发光发亮 照明 天上的太阳,所以有日光 后来又发现说月亮啊 那也是一种光啊,叫月光 那么甚至于我们祖宗呢 我们还有眼光 说我们眼也会发光 眼确实会发光 实际上万物都会发光 但是呢,就我们感觉到我们眼光能看到东西啊 所以我们发光,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啊 实际上呢 是光打击我们的视网膜 我们才感觉到 不是我们有眼光 但是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这个词啊 眼光 就是意思 我们能看见的才有眼光 看不见 没眼光 但是光还是存在的 以后也是 以后再去详情啊 跟大家分享 那么祖宗再发言 那么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这个特点啊 特点啊 特性啊 确实 叫我们感觉到 也不可思议 但是呢 挺好 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特性 就是说你这个火 或者这个太阳 月亮 它放射出来 这个明亮 叫做光 但是这个明亮 这个光本身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无恐不入 到处 但是咱我们也可以遮蔽啊 因为它是直线传书嘛 所谓的直线传书 看透 就是说 它能够涵盖的版本很广 你哪个地方 祖宗那个时候出去 说哪个地方 点一把火 点一堆火 楼远就能见着啊 就能感觉到 就能看到 所以呢 就是有大的意思 有广的意思 就是有 浩瀚的那种意思 所以呢 这个光呢 就有了另外一个字 就是广大的广 就意思呢 范围大 这个 很这个 久远 距离长 等等的含义在里头 当然了 所有这个 这个光 这个 祖宗呢 也都汉语 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大家去查字典 都能考证 那么我们还想分享的是 另外一个字 就是 是 广啊 闲广的 广 为什么说叫广呢 那么 走东啊 这是近代的走东 发明这个字 就是走路 瞎晃游啊 你看有个走字 不是吗 你走路 瞎晃游 就是满无目的的 去走 叫做广 那为什么前提 你的有光啊 就是你能够看见 满无目的的去走 走呢 满无目的嘛 就是说 干什么呢 就是上周围的 这个光景 边看边走 那他首先 他有光啊 其实我们周围 所有这个 我们能看到的物体 他都在向我们 传递光 那个是这点光 那是从哪来呢 就是太阳光 我们周围的一些发光体 电灯啊 火光啊 那么去打到他上面以后 他又反射给我们 把他的形光 形状和轮围啊 让我们眼睛捕捉到了 所以呢 就是怎么说叫闲逛呢 就是说今天呢 就叫去旅游 去看光景啊 看这个景 看到光 给我们这些信息 但是呢 又瞒无目的去走 就叫做逛 那么后来 然后我们现在有 逛商场 逛商店 也叫逛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也是去赏 这个商店的景 叫英语 有个词 说的挺好 比较形象 叫window shopping 就是说 窗户里头的去购买 干什么呢 就来逛 去去看看 不是想去买 就是先去薄薄眼福 看光景嘛 旅游嘛 那么就是 去看周围光 给我们带来的 这旋利多彩的 这个世界 那么也就叫先逛 而不是去 就是说去购买 当然了 那你既然去逛 我们现在是到 那个商场啊 到这个商城啊 到这个梦里头啊 去 那么 漫无目的的 晃悠啊 逛景 那 这店呢 也会买 忍不住是吗 这个物质的诱惑嘛 所以也会购买 所以现在呢 叫干啥 逛商场 逛哪逛哪 就意思 你去买的意思 到那去看看再买 有这么一层含义里头 那么 实际上呢 也是 我们近现代的 土中和姆劳总统都很幽默 就是说 从这个 但是呢 也是我们真实的这个反应 从周围环境当中 这么一些这个 事情吧 从中呢 体会出了所谓的物质之间的乐趣啊 或者这种精彩 向我们传达了这个信息 同时也在告诉我们 这个光是什么东西 确实也不知道 那么 关于光音啊 和相关的汉字呢 我们就分享这么三个字啊 但是呢 还想再说 多说一点 这个 你别看这个光啊 这个音啊 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真的没搞清楚 光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么 在统一论里头 我会单独的 有一个分享 具体的跟大家去介绍 光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呢 需要我们一些基础知识的 来作为铺垫 作为基础 你说单纯的去讲啊 那么好多知识 还需要回过头来补 那么希望大家呢 多看看啊 我有关的这些分享啊 记得一定的基础 完了以后的 将来我们再分享 更深层次 更高层次的分享啊 好 关于光音和相关的汉字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